又是ilda 我想要当铺的契约 当铺的契约 当铺不是我爹传给我的吗 是啊 那么给我 这 无缘无故的 为什么要当铺的契约啊 当铺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是我爹传给我的遗产 别问那么多了 给我吧 把东西准备好 我下午回来拿 这孩子 给他吧 凭什么给他 他说得对 东西本来就是他的 你不是说过 只要他愿意回来 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吗 还有 拿不到他要的东西 他是不会把休的 我们老了 随他吧 当铺的一半股份归皇甫俊杰 龙武生自愿让出 今后不得反悔 来 那就恭喜皇甫少爷了 也祝龙少爷 生意兴隆 那我就告辞了 送客 周二爷 请 武圣 我好说话吧 只要有了这一半契约 谁都不会找你的麻烦了 巡警局 永远都找不到 周稳婆的尸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静心 怎么还不睡觉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 没有 可是我心里惶惶的 我怕你上了那个皇府的当 你别乱想 我怎么可能会上他的当呢 吴生 你有没有觉得你最近精神很差 而且身上还有个怪味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学会抽烟了 就抽了两口 这就是皇妇带你走的路吗 你不是好东西 我师父被那个烟折磨得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时候 你都忘了 静心 我心里烦 我心里烦 我不会让你走上这条路 就算你讨厌我 你恨我 你骂我 我也非管不可 我 你还记不记得你劝我师父 见烟的那个晚上 我有多感激你 我有多欣赏你 我想 早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对你改变了 吴生 请你做一个 正直 临危不惧 让我欣赏的男人 把烟剪掉 好吗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把烟戒掉 我知道你心里苦 你有好的话都不愿意说 我不会为难你 但是请你记住 当你心里烦 想找个人说话 我随时都在你身边 好 放心 石剑儿 妈 石剑儿 再使点劲儿 快了啊 再使点劲儿 好 快了快了啊 妈 使劲儿啊 快了快了啊 妈 好 使劲儿 生了生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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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系到连生的后半辈子 以后要是有人知道 他在娘家就生了孩子 将来怎么嫁人呢 就说是我们远亲的孩子 就是乡下那边的亲戚 或者说是捡来的 那 多好看的小孙女 跟连生小时候一模一样 好看的小孙女 老师 老师 太可爱了 你看看 谁看了他都喜欢他 还送走吗 送走 沈子 连生不养我来养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一个大男人还没娶亲 养什么孩子啊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没事 要不我养吧 还是我这个当外公的养 阿叔 让我抱抱 小心 你看你就不会抱 来 给我 慢点 宝贝 你们啊 这孩子必须要送走 我们可以给他编一个绅士啊 编一个绅士 他长大了 还是会知道自己怎么来的 到那个时候他会怎么想 你们光想着自己 就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我觉得武生说得很对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我们可以一辈子不告诉他 一辈子不告诉他 对啊 我们龙家最擅长做这种事情 一辈子不告诉他 一辈子不说 隐瞒这一辈子 可真的可以隐瞒一辈子吗 等他发现了 他会有多难受 你们没有经历过 你们不会体会到他 所以这个孩子必须要送走 所以这个孩子必须要送走 武生 我觉得 皇父 你应该知道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你应该知道 这孩子的亲爹到底是谁吧 我们都知道他亲爹是谁啊 你应该清楚 这孩子的亲爹 跟他的亲娘是什么关系吧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所以这个孩子 根本就不应该生下来 我不管 我要我孙女 将来有什么事都怪在我身上吧 要把孩子送走 除非要我死 你们一起害了我 我不想这个孩子再受罪 你们这样做 会害他一辈子的 这孩子疯了 请你 打败儿 这孩子 打败儿 他算不得了 我什么都不小心 你给我出去 连绳 辛苦你了 我知道你恨我 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我最爱你 当然了 除了你爹之外 我知道我干了一些 不该干的事 对你 对你哥 对龙家 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不能没有钱 没钱的话别人会瞧不起你 无论在什么样的家庭 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为了钱不择手段 只要能达到目的 你跟我说这些个 你给我出户去 连绳 我以前以为有了钱什么都会有 但是昨天我见到了小玉儿之后 小玉儿 你爹给孩子洗的名字 我看见他之后我才发现 我看见他之后我才发现 有钱不可能什么都有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小玉儿 我突然感觉我有了一个家 有了一个血脉相连的人 连绳 就先消失来 是 爹 早 你 生死的 子 生死的 可以了吧 你 的 手 是 再来 买 你 保护他 保护我 我小的时候也有爹娘 我也胆小过害怕过 我记得我娘跟我说过 说我小的时候心肠最软 心地最善良 我是让这个世道给改变了 天生 我还可以变回来 只要你肯接纳我 只要我肯接纳你 是啊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还有我们的小玉儿 我会感激所有的人 所有我恨过的 所有我诅咒过的 所有我诅咒过的 我都会爱他们 因为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一切 燕生 忘掉那个姓官的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让我做你的丈夫 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天生 天生 你也要不想你 反正地死去 尾声 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试着 你别再说下去了 皇甫君就要告诉你 这一生 我都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 你最好动我原谅 狗开不了之事 朕没想到会是这样 你早该想到的 朕不是瞬间就能改变的 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朕不是 行医济世 治兵救人 行医济世 治病救人 是啊 行医济世 治病救人 各位乡亲们 黑心药堂 黑心药 不如我行街游衣 妙手回春哪 大病小情我都能看 保准比这个黑心姬善堂 灵验百倍 他们无恶不作 杀人不断 你们就算开一百家药行 也积不下你们的阴德 各位 我们官家 是在行医救人 却被他们逼到这个地步 老天有眼 老天爷不会放过他们的 少爷 那 不要管他 让他骂吧 骂够了 自然会走的 你们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你们开一百家药行 也积不下你们家的阴德 老天爷永远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打着济世救人的招法 背地里什么仇事没做过 龙一家的都该下地狱 你闹够了没有 龙大少爷 你终于肯出来了 我以为你们家所有人都是缩头乌龟呢 光鹤谱 这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 不是给你骂街的地方 怎么样 我还没骂够呢 老子就算骂你 齐天齐夜都不够 都散了散了吧 有什么 太太 散了散了散了 你们瞧瞧 往日何等风光的龙大少爷 别说我堵在门口骂娘了 就是我在街上多看他两眼 他都没那么容易放过我的 如今 如今大家看看这张脸 他居然服软了 他居然当起了缩头无归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因为他杀了我一家四口 因为他知道他手上沾满了鲜血 这辈子别想可以洗脱干净 光后婆 有什么话去里面再说吧 我骗不进去 我就在这儿 看你还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 给我绑起来 是 你们干什么呀你的 小算 你们看到了 小三 小三 住手 遭天杀的王八蛋 你们一家人都是杀人凶手 下辈子老天爷罚你们做猪做狗 也还不清你们这一世的冤孽 永生永世 也不得超生啊 你说够了没有 你打啊 你打啊 你往死里打我 你打死我啊 打死我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小三 把他放到里面去 你们要干什么 快走快走 你们要干什么 快走快走 都杀了杀了 放给我 给我放手 放手 出去 是 快走 怎么着 你们龙家 不是一项都以多其少的吗 我想问你 快走 有哪个人 老 сво 快走 有哪个人 小你 aqui центр logr şu 我问你 他跟你说了是哪件事 他跟我说哪件事 好 你说他能跟我说什么 我跟你说 他跟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 说让我过来 快跑 不要管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他让我快跑 你可怀着孩子的孕妇 叫我快跑 普尔叫我快跑 我怎么能丢下他们跑 他真的没有跟你说什么 关火谱 我再问你一件事 前段时间 你为什么要到独军家里去 我去哪里管你什么事 你告诉我 你去哪里干什么 你告诉我 我去看病 怎么了 独军叫我去看病 你就可以去我家里杀人吗 好 你们家每一次都冤枉我 我根本没有跟连生在一起 你们硬要说 连生肚子里面的孩子是我的 我只有一个孩子 就是普尔肚子里面的孩子 只有一个 你们老是冤枉我 我要杀了你 然后再杀了你们全家 我要杀了你 好好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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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爹 青尸子 我還不想着 你跑了 郑映 这件事情不要跟我娘说 免得惹麻烦 明白吗 嗯 郑映 靖欣 你出去一下 我有话要跟她说 牟师 你这是怎么了 应该我问你到底怎么了 什么意思 是你跟我说 姓关的去都军府 是为了威仪那件事 置我于死地 结果今天我才知道 普尔根本什么都没有说 那个姓关的去都军府 是给都军去看病了 是吗 你伤了这家四条人兵 你跟我说是吗 你说什么呢 是 不是 这儿虽然是在自己家里 但是隔墙有耳 我提醒你一句 主使人是你 是你跟我说 他去告状 那就是我判断错误呗 判断错误 判断错误 死条人命 还有一个失踪的 你判断错误了 武生你着什么急啊 我们错杀了人家一家四口人 还有一个是没有出生的孩子 你再说一百遍 那死人也活不过来啊 我怎么会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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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了他们一家四口人 我怎么会相信你 我只是说对付他一个人 没叫你杀他全家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武生 你别翻脸不认人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我替你担惊受怕 找人买凶 你不说我一句好 也别过河拆桥啊 就你这样 前怕狼后怕虎的 能做成什么大事 兄弟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日子还得好好过 我可提醒你啊 当铺的股份给了我一半 药铺的也该给了 他小姐也真奇怪 自己的孩子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听说要送走 只二爷不同意才留下来的 真狠得下心啊 我来吧 大少奶奶 宝贝 乖啊 来 还是大少奶奶又当娘的样子 大小姐心情不太好 我最近还是少惹得好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让他们都别理我是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谁让你们进来的 给我出去 是 小心 这是我的孩子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出去 出去啊 出去 大小姐 出去啊 出去 大小姐 你看 现在咱 burdens 你一大男人进产房干什么呀你 我 你们请了这个健身坡行不行啊 为什么静心叫得这么痛苦啊 你人生孩子都这样 别着急一会儿就没事了 无上 静心到底什么时候怀孕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你再跟娘说一遍 是不是上次娘到你屋里的时候 娘 我们什么时候怀的孕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娘是别人吗 我真的不想再说了 这 恭喜大奶奶 大少爷 生了个小少爷 好 金心 娘 辛苦了 没事 你看看 二叔给孩子买的小索片 多好看呢 来来来 挂上啊 乖 好好好 真乖 对了 那个二叔的旧病又发了 天气阴冷 腿又疼了 你去给他看看 贴两副膏药 顺便陪他聊一会儿 好 快去吧 去吧 小玲 把门关上 谁都不许进来 是 娘 我不是说过 五生不在的时候 要喊我大奶奶 是 大奶奶 是 人家都不许进来 谁都不许进来 这女孩 是 孩子 是 你 是冠后仆的野种对吧 但孩子是无生的 孩子真的是无生的 怎么了 瞧你一副委屈的样子 我还冤枉你了 你自己算算日子 这孩子会是无生的吗 你真是胆子大呀 就不怕我们龙家的列祖列宗 把你天打五雷屁呀 说 这到底是谁的孩子 大奶奶 这孩子是早产 他是早产 你相信我 早产 早产能生这么大的孩子吗 他真的是早产 他真的是早产 周静心 你省省吧你 你怀着孩子的时候 正好是你打碎玉白菜的时候 那时候我把你关在柴房里头 你根本没有机会跟武生接触 接着 武生打开后门 让你跟那个野男人跑了 你就跟他跑到乡下去 这孩子是不是在乡下怀的 不 不 还说不 你给我吧你 你别以为 我们龙家都是菩萨心肠 太好笑了 龙家的姑娘怀的是观后谱的孩子 龙家的媳妇怀的还是观后谱的孩子 怎么啦 这儿姓龙可不姓光呐 大奶奶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想把这个野种带到我们龙家 将来谋夺我们的财产 我告诉你 没人都没有 没人 放手 大奶奶 放手 大奶奶 我说孩子啊 这可是大奶奶让干的 可不关我的事啊 你要是真的做了鬼 可别来缠我 大奶奶说了 你要真是龙家的种 就能逃过这一劫 你不能不能 我 我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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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孩子 你把我们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 你把我孩子弄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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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 你还好意思问孩子 我问你 你跟男人私奔的时候 想过有今天吗 你怀着那个野种 嫁到我们家的时候 你想过有今天吗 你骗无声的时候 你又想到过有今天吗 你 娘 贱人 你干什么 娘 你这个傻孩子 他 他活的那个孩子 根本不是你的 你让人家给戴了绿帽子了你 先别说这些 你先告诉我 你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快 干什么 难道 你还要打我吗 我的孩子 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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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你如果要养那个孩子 你就别想进我们龙家 你要进我们龙家 你就别想养那个聂种 什么聂种 那是五生的孩子 不是五生的 五生 我真没想到 你明明知道那个孩子不是你的 你竟然还会把他去静门 你是怎么了 嫌我们家还不够丢人吗你 大奶奶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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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把孩子还给我 这孩子回来我立马就走 我求求你 你胡说些善备你 闯了这么大的祸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让五生戴了绿帽子 够了 你敢说什么绿帽子 别告诉我 对你不客气 快点说 我的孩子到底去哪儿了 把他还给我 口口声声孩子 你不嫌恶心哪你 你 你这个贱人 你居然在祠堂列宗列宗面前 撒谎骗我 我今天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我的孩子去哪儿了 你把我害得能去哪儿了 扔了 扔了哪儿了 合理 什么 你这个贱人啊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静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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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夕